你呀 静静吧 当年没帮你跟小弟一起带回来 要不然我们俩现在就是兄妹了 感谢当年的不理养之恩 爸 他就是我的小恒哥哥 我们已经分开过一次了 我不能再离开他了 您就让我们在一起吧 您相信我们 我们一定会好好的 爸 爸 去哪儿 去整理东西 回去 回去 你这还没给孩子那么说法呢 那要什么说法 人家 这都命中注定了 我还能逆天而行呢 那你就是同意了呗 哪儿那么容易 小子 别论 这是初试 还有副试 还有期末大考 明白吗 明白 谢爸 欢迎岳父大人随时过来抽场 你呀 庆静吧 当年没帮你跟小弟一起带回来 要不然 我们俩现在就是兄妹了 你是命中注定 感谢当年的不理养之恩 爸 妈 你们可答应我了 一定会把工作转移到国内来的 到时候我们就一起住 当然要注意起来 我得二十四小时盯着这小子 帮演他气温一动吧 小恒对小弟好着呢 怎么会欺负他呢 行了 快把行李拿上吧 司机在楼下等了 不用阿姨 我来吧 要不这样吧 我们一起送你们去机场 有眼力见吧 我们一家人一一惜别呢 你这么急着让我走啊 你省省吧 回厨房好好学学做菜 以后啊 不要让我们家小弟做家务 听见没 放心吧 叔叔 等您下次再过来 我一定亲自做饭给您吃 说到做到 走了 你们路上小心啊 走了 我会想要你们的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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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平安 一路平安 好自为之 叔 再见 阿姨 再见 要是今后 能跟爸妈住在一起 就好了 你不害怕我吧 不害怕 其实 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我们还算是盟友呢 什么相似之处 相似之处就是 我们都很爱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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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